好 豆豆 快别忙活了 来 妈的特酒精下来了 来 都给你 妈 您这是干嘛呀 您上个月不是刚给过我钱吗 咱们都说好了 以后不给钱 我有钱 你有事你的 拿着 妈 我这又没干啥 不能要你的钱 你还是留着自己花吧 怎么就没干啥 你给妈照顾孩子又带孙子了 多辛苦啊 人家上班的都有单位给交社保 别人有的 妈也得让你有 你拿着这个钱 给自己也交一份 妈 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 闺女 没有谁的付出是应该的 桃桃在公司上班 她的价值可以通过工资体现 那你这个全职妈妈的价值 该怎么体现呢 也得通过工资 你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贡献 这是你的价值 你的付出被人肯定了 你心里才能舒服 我要是真等到你哪天崩溃了 控除自己没人理解你 没人懂你辛苦的时候 再想弥补 都是亡羊补牢 为谁已晚了 妈 那您手里总得有点养老的钱吧 您买的钱都给我了 您心里能踏实吗 有什么好不踏实的 妈跟你们做 压根就用不上什么钱 这衣服鞋子 家里的水电燃气费 生活用品 都是您在操持 妈就知道 给妈养老的才不是什么退休金 是你 是你 对呀 我们现在年轻力壮的 能挣钱 您不用着急把钱给我 对什么对呀 要真等到我走的那天 估计你俩都能领退休金了 到时候再给你这俩钱也没用了 不如现在就拿出来 咱全家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好 不必啥都强了 不必啥都强了 妈 杨逗逗 这都到饭底了 你还在床上躺着 赶紧去做饭去 没看见我生着病的吗 你想吃什么自己去做呗 你少在这跟我装 生病你怎么不去医院呀 淼淼都跟我说了 你今天一天都在床上躺着 什么都没干 我看你就是想偷懒 什么都让我做 那我娶你回来干嘛呀 那你的意思娶我回来是干嘛的 我娶你回来就是吃过我们一家人的 赶紧起来干活去 妈 还被小联伙吵架你就别掌握了 你不是要收饭吗 我去帮你洗菜 起开 你哥和你嫂子吵成这样 你居然在旁边看戏 你就不怕你嫂子走了 不跟你哥过了吗 你一个巴掌还不想 你以为我嫂子是什么晒茶 妈 你别碰我 坐手 豆豆你先歇着 汪涛涛 你现在长本事了 竟然敢对豆豆动起手来了 不是妈 她今天在床躺了一天啥会儿都没干 我这么教育她让她起来干活呢 那你自己没手没脚吗 凭什么什么活都让我干 你 你什么你 豆豆今天发烧身体不舒服 你作为丈夫非她没有一句关心和问候 反正只为豆豆没有干活 就算顾个保姆也得有休息的时间 难道豆豆就没有休息的资格吗 她都躺一天了也该休息够了吧 我娶她回来就是让她伺候我的 不让她休息的 你哪来到底气说这样的话 难道豆豆嫁回来之前 咱家就不吃饭不打扫卫生了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三个小孩都懂得道理 难道你不懂吗 真是越没本事的人越有脾气 豆豆嫁给你 已经是咱家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 你要是把豆豆弃走了 我给你没完 妈到底谁才是您亲生的 您怎么老胳膊中往外拐呢 都是一家人 什么亲生不亲生的 你将来也要嫁人 难道你也想在自己的婆家 被老公欺负的时候 你的婆婆和小姑子 站一旁三风点火 看笑话吗 豆豆 你犯不着跟她吵架 以后她再惹你生气 你就跟妈说 这小子的工程卡 可在我这呢 往后 她说你一句不好听的 你就去买套抚抚品 她要动你一下 你就去买个包 她要是不听你的话 你就去买个金镯子 多年以后 腰长万万的是你 美艳动人的是你 而她 只是个脾气大的招老头子 妈 你那都是跟谁学的呀 有必要跟她那么好吗 就是 我们俩才是亲生的 桃桃 你记住 豆豆孤生一人 远嫁到咱家 是来感受第二个家的温暖的 不是来给你当牛做马 受你气的 所谓夫妻 是夫在前 妻在后 先有好丈夫 后有好妻子 真正的男人 不是在家里 对自己的妻子呼风喝雨 而是在狂风暴雨到来的时候 结婚你给我赚点钱吧 给你赚一钱 省点花啊 你这两年白吃白喝的 花钱倒是挺厉害呀 以后要花钱自己挣去 别老问我哥要 当我哥提款机呀 你不也在这儿白吃白喝吗 更何况你自己挣着钱 还要你哥每个月接近你 要我说 豆豆工作能力 绝对不比你们任何人差 嘘 你也太高探他了吧 行 那以后啊 就让豆豆自己挣钱吧 嫂子 洗衣服呀 把我这儿洗一下呗 威衣二十 裤子三十 打底十块吧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给我还要钱呀 对呀 你不是说我不会挣钱吗 我现在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你要不愿意的话 就自己洗呗 今天这么丰盛啊 先别动 我来算一下今天的菜钱 加上我的加工费 洗碗费 咱们AA 吃也太过分了吧 花菜炒肉三十八 西红柿鸡蛋二十 土豆丝二十六 个大汤四十八 再加上加工费二十 洗碗费八块 这样的话一人四十 好 我给过了 那我就先吃了 你们不吃吗 这在外面吃的 可不可以都贵多了 而且还没这干净尾声 拿回去啦 媳妇 我洗面蛋来了 就用下你的呗 没问题 你就用那个黄瓶子 用完记得给我转钱就行 哥 嗯 我也来偷偷用点 没事 你用 给我钱就行 还有五块钱的跑腿费 跑腿费什么贵呀 那你上班勤勤恳恳 但是你老板不给你发工资 可以吗 我自己去买 才不用你这东西 别把我脸再喜欢 哥 我去帮你买 妈 你看我嫂子在家干个什么都要钱 还不是请个保姆呢 你去看看请个保姆多少钱 现在全这保姆 一个月都七八千了 那也比在家干什么都要花钱舒服吧 是你 总嫌逗逗在家啥都不干 就知道花钱 但是 把这些零零散散的开支算起来的话 也是不小的数目 现在想想 逗逗也没少给咱家省钱吧 你觉得自己是女强人 那是你还没孩子 现在社会对女性最大的不公 就是怀孕生孩子 操死家务 照顾公婆 都不能继费 如果可以 那这将是一笔巨款 所以 别瞧不起家庭主妇 就你的工资 还真是请不起她呢 天 谁不欠这狗 我看你早就有这想法 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别说了 车就归你 房子烟一半 离了你我里面找个更贤惠的 离了你我还找一个比你更负责任的呢 你去找啊 找就找 行了 都别吵了 妈 我知道你像这杨豆豆 但这次谁做的没有 这活我跟着你定了 妈 你别劝我 我呀 谁也不偏向 谁也没打算劝 你俩拉住 如果你们能把这个橡皮筋拉断 我就同意你们离婚 刚才不是分车分房 粉症还挺激动的吗 你现在倒是说说 这孩子该怎么分啊 儿子 这夫妻闹矛盾啊 就像拉橡皮筋 两人各拉一头 谁都不松劲 巴不得赶紧拉断了 各奔东西 可是你也看到了 这橡皮筋断了事情 最受伤害的 还是交在你们中间的孩子 是 你们谁离开了谁 都能再找到另一半 可是孩子呢 没有爸爸 没有妈妈 他的世界就他了 一个个明明心里 那么在意对方 可偏偏就是嘴上 从不服软 你忘了前几天 为了给豆豆买 他喜欢的那条裙子 竟是搞了三个大业的事了 还有你 你忘了因为担心他三高 每天想着罚看食物 给他做好吃的 发言他脸上身上 起红歌的 替他担心 就熬夜 做各种功课 帮他买出满照的事了 你们俩呀 所谓好的婚姻 幸福的家庭 就是你拉紧的时候 他放松一点 他拉紧的时候 你就放松一点 相互退让 相互包容 这个皮筋才不会断 尤其是你 作为男人就应该明白 一个女人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吃再多的苦都无所谓 但如果辛苦了 那就真的苦了 对不起 我婚蛋 我以后再也不给你 离婚了 这样 你不是想吃烧烤吗 咱尽管就去吃 不离婚了 走 刚才不还说 谁不牵谁是小狗吗 我 我 我 快进来快进来 妈 哥 你看谁来了 娜娜 真是稀客呀 我们等于好几年没见了吧 可不是嘛 阿姨 自从我和桃桃分手 去了拜地啊 咱们就没怎么见过 正好这一次啊 我被调回市里 顺便来看看你们 桃桃哥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帅了 阿姨还是那么年轻 娜娜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我一次 阿姨 这次我来给您带了好多礼物呢 娜娜 麻烦你赶紧放到茶几上去 好嘞 我去给你们清水宝 阿姨 这是送您的燕窝 还有桃桃之前最喜欢的蓝色领带 娜娜 送您大发护肤品 哇 娜娜娜姐 你这也太好了吧 竟然给我每个人都准了礼物 我们家 可不值得三个人吧 唉 阿姨 你看我这技巧 只给你们一家人带了礼物 这哪知道又多了一个人啊 早知道啊 我多带一套护肤品来了 哎呀 她一个家庭主妇 什么护肤品用她脸上都糟蹋 快别这么说 嫂子 你这身上的味道怎么怪怪的呀 这是香水坏了吗 呀 娜娜姐 你见谁家香水又腥又臭的呀 肯定是她身上的汗臭味 这应该是 刚才我在厨房处理猪肉的味道吧 吃不肉 啊 豆豆中午要给我们做红烧肉吃 我记得家里没酱油了 桃桃 去帮豆豆买冰酱油回来吧 那太麻烦你们了 桃桃哥 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 哪有麻烦客人的道理 桃桃 还不快去 哥 人家娜娜姐现在可是高管 跟你公司一个行业 你们俩多交流交流 说不定你娜娜姐能成为你的左往右臂呢 妍妍 别瞎说 你哥已经结婚了 结婚怎么了 妈 你看我嫂子 要工作没工作 要长相没长相 哪能比得上娜娜姐呀 结婚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你跟我哥愿意 我去跟娜娜姐说 桃桃之前我年轻不懂事儿 没想到你现在都成大老板了 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和我这个小职员再重新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呢 你看 不好意思 桃桃已经有很多朋友了 她不缺朋友 那我们应该说是什么关系比较好呢 没有关系 但我还是很高兴重新认识一下大家的 你高兴得太早了 阿姨您这是 爷爷 这是你哥和你嫂子的家 以后嫂爸不相干的人往家里带 既然是您带来的客 那就您负责送走吧 毕竟豆豆只做了我们一家人的饭 他也没想过家里会多一个人 妈 玻妞这会儿睡着了 我跟闺蜜出去逛会儿接 一会儿玻妞醒了 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 没事 豆豆 玻妞跟我在家 你就放心 你好像我没出去逛了 别着急回来 我说大妹子呀 你那儿媳妇生了个闺女 还天天把孩子都给你带 我那儿媳妇生了闺女以后 我抱都没给她抱过 哪还有时间让她天天逛街呢 哼 我记得你的儿媳妇挺孝顺的呀 你该帮忙的时候 还是得搭把手的嘛 她人再好 对我再孝顺 不能为我们家传统阶段 哼 那也没用 现在都是新时代了 你也别那么重男轻女 男孩女孩都一样 我就觉得我家玻妞好的不行 你们家玻妞白白净净的 倒还讨人喜欢 不像我们家那个孙女 身上竹子气红疹子 麻麻赖赖的 看见我就心烦 也不知道她妈是怎么照顾她的 红枕枝 该不会是满虫导致的吧 你让你家儿媳妇试试这个 这玩意儿肯定很贵 我才不会让她浪费这个钱呢 给孩子花钱怎么能叫浪费呢 这瓶啊你就带回去用吧 那我就拿走了 我自己用 她想用 让她自己买去 老姐姐 你这是何必呢 咱们刚生过女那会儿 也被婆婆折腾到不行 有了儿子才慢慢好起来 那会儿 不也总抱怨婆婆重男轻女 没人性吗 咱们吃过的苦 何苦让孩子再吃一遍呢 唉 其实我也不是真在意她生不出的男孩 就是有个男孩 也不随我的姓 我就是心里不平衡 凭什么当初我生不出男孩的时候 过得那么痛苦 凭什么她现在生不出男孩 过得那么轻松 她不用多什么了 老姐姐 其实啊 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后 都忍不住想让儿媳妇 把自己吃过的苦再吃一遍 我们都是这么一代代熬过来的 她凭什么不用忍受这些呀 这样都源于我们心里的不平衡和不甘心 但是你想想 我们婆媳嫁到同一个家里 爱着同样的人 同为女人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要是吗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我要是对我儿媳妇好 不等于我受的罪都没意义了吗 那我这些年心里的憋屈 不都带到关卡里去了 我们受的苦 又不是儿媳妇造成的 再说 咱们现在帮儿媳妇的忙 等我们老了不能动了 才能让儿媳妇心甘情愿的孝顺我们 一个家 不说有钱没钱 一家人 心往一处放 另往一处死 这日子 才能过得有声有色 要不说还是你心里亮她呢 现在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 儿媳妇都是接受过高童教育 也都是人家爸妈宝贝着长大的 折腾儿媳妇这种习惯 就该从我们这一代把它消灭掉 只要我们这一代不折腾儿媳妇了 等豆豆他们这一代当婆婆后 折腾儿媳妇这陋形 自然也就没有了 你就听我的 千万不能对儿媳妇太好 对她再好 一次个白眼狼 婶来了 妈 玻妞呢 在屋里呢 刚睡着 饿了吧 妈就给你做饭 不用了妈 你也累一天了 您跟婶到伙磕吧 我自己做就行 你还知道你妈辛苦啊 你妈都这么大年龄了 你好意思让你妈免费帮你带孩子 哦 对了 对了 妈 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 妈不要你的钱 你也刚上班手头也不宽裕 还是自己留着吧 妈 这钱就算婶不说 我也是要给年的 你 她给你钱你就应该拿着 天脸那么辛苦帮她带孩子 容易吗 听说保护还得好几千呢 我是孩子的奶奶 是桃桃和豆豆的妈 帮她们带孩子是应该的 也是我自愿的 怎么能和保姆相提并论呢 大妹子 你糊涂啊 可别忘了当初娶她的时候 可花了不少财品呢 现在能捞回来点是点 不然岂不是白白给她那么多钱 你忘了在年轻时 做人家的媳妇的苦了 老姐姐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可是现在不是年代不一样了吗 再说了 豆豆也懂事 倒是比我们家那个媳妇懂点事 你是不是知道我们家那个媳妇 那么有钱 可向来都把我当外人 你说给了 借都借不出来 婶 这感情都是相互的 您都没有真心带儿媳 她又怎么会真心换真心呢 我今天见你儿媳妇都生病了 都出去上班 您都不心疼 她又怎么会对你好呢 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呢 刚夸你两句你就兴趣了吗 豆豆说的没错 大姐呀 你说儿媳妇没把你当自家人 你把人家儿媳妇当自家人了吗 再说 咱们这个年纪啊 吃的穿的都不愁了 哪还用得上钱呢 都是从儿媳妇走过来的人 咱吃过的苦啊 就不要让儿媳妇再吃一遍了 你才能吃一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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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太阳这么高儿媳妇 阿姨 你想喝口水 这么激动对身体不好 我儿媳妇要要逗逗的一半懂事就好了 我累死累活的帮我儿媳妇带孩子 还不捞好 就因为孩子脸上长了点红疹子 她又给我脸上看 还跟我儿子说要帮收回老家去 啊 怎么能这样呢 这老人帮忙带孩子 没有功劳又苦劳啊 这也太不孝顺了吧 何耻呢 你说她给我生气也就算了 今天早上还拿孩子杀气 这孩子有什么错 就因为打翻了饭买 被我儿媳妇一对骂呀 姨 您快别难过了 豆豆 你跟我儿媳妇年龄差不多 孩子又一般的 你帮阿姨去劝劝她 你说我这把老姑头再回农村 可怎么办呢 行 阿姨 我陪您回去跟她聊聊 走 豆豆 我您一会儿该醒了 让您阿姨先回去吧 行 豆豆 您可记得来啊 妈 您是不是记错了呀 姑娘在长交班不在家呀 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她家 为什么呀 阿姨多可怜呀 可怜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她平时都不怎么在家 不是打牌就是串门 她儿媳妇一个人抱着孩子做饭 带着孩子买菜 连上个厕所都要抱着孩子 前段时间她亲家生病 儿媳妇要回家照顾 就让她带了两天孩子 给孩子整了一身的疹子 个谁谁不生气 都说清关难断家乌事 你以为你去了 她家就能好起来吗 啊 原来是这样啊 那她儿媳妇也不应该把气 撒到孩子身上呀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天底下哪有妈妈不心疼孩子的 你永远无法理解 冲着孩子发脾气的妈妈 心里有多苦 压死骆驼的 从来都不是最后那根稻草 让一个母亲崩溃发脾气的 也一定不是孩子犯的那一点错 而是让人压得传不上来气的生活 桃桃 别玩了 你过来帮我把窗帘卸下来 我一会洗一洗 我这都上班累一天了 让我休息不行吗 我这不是顾着孩子呢吗 那就等孩子睡了再弄 挣个点小事也麻烦了 我娶你回来干什么呢 你开车接豆腐你怎么没去啊 商场就几个路口呦 她又没卖什么东西 溜到这不就回来了 昨天你妹妹打电话说生病了 依子吃药也不见好 咱去看一下吧 怎么不早说呀 豆豆别做饭了 中午去我妹家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摔了 摔哪了 疼不疼了 疼死我了 刚拖的地还没干 我说去挂窗帘呢 下来的时候没踩稳摔了一遍 你这怎么都来了呀还 你不是发烧好几天了吗 妈说来看看你 都这样了还干什么活儿呀 妹夫呢 哪敢指望她呀 天天上班够累的了 嫂子去给我接杯水 就挂个窗帘能占她多大功夫 让一个女孩生着病给她干活儿 她也不怕出事儿 能怎么办呀 她有她的事儿要忙 我妹妹生着病呢 你就让她喝凉水呀 去给我妹妹接杯热水 我看她就是赚了几个臭钱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一个大男人 赚枪养家那不是应该的吗 你是嫁给她了 又不是卖给她了 干嘛这么第三下司的呀 行了不说了 中午来了没吃饭的吧 去给你做饭去 哎哎哎 你今天啥也别干了 歇着吧 让你嫂子去给你炖个汤 好好补补身体 还是我哥对我好 记住 你娘家不是没人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跟哥说 实在不行 还有你嫂子呢 别什么活儿都自己干 你没进门之前 她们一家也没饿死呀 以后这花没人干就别干 爱谁干谁干 听到没 嗯 怎么还没动 赶紧做饭去啊 嗯 原来你都懂啊 什么 妈今天带你来这 一方面是问候你妹妹 一方面就是想看看 你对自己妹妹 当家庭主妇的态度 原来你一直都是个明白人 你不是不知道 女人不该干出活 不该干重活 更不该低三下施的伺候人 你也不是不知道 男人挣钱是本职 而不是被优待的资本 你只是一直把逗逗的保姆士付出 当做理所应答 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既然你想让演演吃好的 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做呢 谁家的媳妇 都是别人嫁出去的宝贝女儿 如果你心疼你妹妹 就更不应该这么使唤逗逗 毕竟如果今天逗逗的家人也在这的话 他们也会像你心疼你妹妹一样 心疼逗逗 狗狗 卫生间水管来到了 过来看一下 来了 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这水管老毛病了 来来来你给我拿个毛巾 你会修吗 不行我来 看不起谁呢 上座我修好的 王叔 你把地址发过呀 诶 你干嘛去啊 哦 老鱼又出去喝酒 你晚上不用等我了 这太晚了吧 你这 大晚上的家里没个男人我也不安心啊 你不安心 你在家坏人才不安心吧 你看你这婴儿车都能卸 那坏人来到家 你不得把人家头给卸了呀 真好笑 怎么 送唐唐的去啦 妈 要不你找机会跟唐唐说说吧 我有时候也是很需要她的呀 可是现在我就感觉 她越来越不懂我 离我越来越远了 这我可没法帮你说 因为这事儿是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 对呀 你表现得那么女孩子 那么要强 好像谁在你身边都是多余的 她自然离你越来越远 对你 对这个家庭 就没那么多责任感了 那我该怎么办啊 愚者逞强 智者示弱 适当的低头 才是感情长久的基础 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的意思是 让我跟她服软 还要跟她撒娇 服软不是认怂 撒娇不是认错 这是一种勇气 更是一种智慧 不需要男人的女人 就是不被男人需要的女人 等你试过就知道了 糖啊 这瓶盘太紧了 豆豆拧不开 你力气大 帮她拧一下呗 这不拧开了吗 哟 这家里还是有个男人好 下次有什么需要打开的 随日加碗 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咱们晾一架不知道怎么降不下来了 我想抬脚晾一下衣服呢 几乎把脚给买了 你说你也真是的 家里又不是没男人了 你逞什么能啊 还是男人干活利索哈 那是 行了行了 你快歇着吧 就这衣服 老公两分钟就搞定了 还是我老公厉害 老公 我今天来姨妈了 肚子疼 你一会顺便帮我泡杯红糖水吧 那你赶紧歇着吧 还有什么活 一块交给我 没了 谢谢老公 有人照顾就是幸福 别傻眼 开饭了 快来吃饭吧 这桌子好像只能坐四个人啊 哦 没事 这还能再加一个当铃 伯妞妈妈 反正你也不跟我们一起吃 你去做茶几吃呗 豆豆也还没吃饭呢 伯妞妈妈正喂奶呢 哪能吃这些菜啊 你去熬些猪蹄汤 什么佐料都不放的那种 下奶特别好 你就吃那个就行了 孩子也会喝奶粉 没这么讲究 诶 这饮料可不能喝 里边有防腐剂 是啊伯妞妈妈 这当妈的人了就要为孩子着想 我们那时候 可是一点都不舍得给自己花钱 都留给孩子了 你看门口那快递盒子 这又是衣服又是化妆品的 你也太能花钱了吧 说他也不听 都当妈的人了 天天还买这买那的 还不是省点钱给孩子买点好东西呢 你身上这衣服 不是豆豆刚给你买的吗 我看你穿的挺乐呵的 舅妈 我看你就是他惯着我弟妹了 你看这哺乳漆谁用化妆品呀 这要让孩子吃到肚子里面 可不得了 这是防晒 怕皮肤晒伤才买的 我是怕 行了 别说了 姐带你去卸妆去 不用了姐 不行 听姐的 够了 涛大姑 今天你们来家做客是客人 哪有客人为难主人的道理 不合适吧 妈 你别太护着他 大姑表姐好不容易来一次 别让人家不开心 豆豆 自己去卸 行 我陪豆豆去 来 吃吃吃吃 杨豆豆 你这 让你去卸妆 你怎么还打扮上了 卸什么卸 豆豆刚才压根就没有化妆 你没想豆豆买衣服化妆品浪费钱 可明明她也是个爱美的小姑娘 凭什么豆豆做了一大桌子菜 却只能吃美味的猪蹄她 凭什么豆豆现在连瓶饮料都不能喝 凭什么豆豆当了妈妈 就要失去变美的权利 舅妈 刚刚我们那么做 也是为了玻妞妈妈和孩子好 多听老人的话 总是没错的 对吧 妈 是啊 还说是为她好 那你们知道猪蹄汤里有多少油脂 喝下去有多难消化吗 知道她在网上买东西 回回都是先给我们家里人买吗 妈 还有 孩子是一个女人批了命换来的 没有人会比孩子的妈妈 更心疼自己的孩子 你们又不是什么专家学者 仗着自己年龄大 就觉得自己说的话有道理 那岂不是任何人老了 都能胡说八道下指挥 既然你们不是曾经来做客的 那我们家也不欢迎你们这样的客人 现在请你们出去 还有 她用自己的名字 她叫豆豆 不叫玻妞妈妈 豆豆 看妈买什么了 妈买什么了这么开心 你昨天不是说想吃排骨虾吗 妈把虾和排骨都买回来了 一会儿妈去处理排骨 你把虾咽挑出来 在今晚就吃排骨虾 可是妈 我今天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切到了 这刚上了药还不能沾水 不是 我妈让你干什么你又干什么呗 东西都给你买好了 你想吃还不自己做 难道非等我妈给你喂到嘴里 那我不是手疼吗 而且最近我身上起了不少红疙瘩 我怕一直挠做饭也不干净 这总行了吧 妈你这干嘛呀 剪掉你一块肉 我看你疼不疼 豆豆受伤不还是为了跟你做饭 你可没良心的 一点都不知道关心豆豆 我怎么不关心他了 他手受伤我给他拿创个贴 让他土点福 平常降温了我都会提醒他多穿衣服 之前的胜利梯我还让他喝红糖水呢 你给他拿创可贴是为了让他干活 还有多穿衣服喝红糖水这些 这叫关心吗 这叫正确的废话 正确的废话 你感冒了鼻子不透气 我跟你说记得要呼吸 你什么感觉 我 自从这么说话不腰疼 纯粹是为了人情往来的客的话 你可以拿来应付全世界 却唯独不能拿来应付最爱你的人 自己好好咸咸吧 还气呢 因为他那个木头脑袋生气 可犯不上啊 上 你先歇着 妈去收拾他 哎呀妈 就一瓶一体照就哄好了 是这个的问题吗 哎呀妈 我就是个直男 嘴笨 不会说什么关心的话 不会可以去学呀 这世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直男 有的只是难得用心的人罢了 你说你喜欢花 可从来不给花浇水 那叫喜欢吗 所谓关心和爱 从来不在于你说了什么 关键是在于你做了什么 打个比方说你感冒了 我跟你说 记得多喝热水 然后转身我走了 你什么心情 我拿着药和热水 端到你的床前 你又是什么心情 现在能明白了吗 妈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豆豆心情好点呢 有些东西没有标准答案 你的态度 就是最完美的答案 不就做个排骨虾吗 搞笑 谁还不会做呀 老婆 你想吃微辣的 还是吃特辣的呀 特辣 得嘞 颜颜回来了 颜颜 这些都是你朋友啊 要你管 爹 这谁啊 他呀 我们家保姆 不用管 都请保姆了 复活呀 复活呀 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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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你嫂子呢 没大没小的 没事 没事 妈 没事 你们玩你们的 我先去给你们做饭 没事 进进进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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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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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多炒几个菜啊 记得十个菜也得上 做好吃 哎 妍妍 十个菜 你这回来也没有跟我说 我不知道你朋友要来 家里也没有那么多菜呀 你脑袋会不会转弯啊 没有你不会出去买啊 可是外面还下着雨呢 我这锅里还做着菜 现在出去这一来一回 又得耽误好长时间 我不管 我朋友现在可都饿了 你要让我在我朋友面前领免子 我以后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不放过谁 本事不大口气不行 你嫂子好心给你们做饭 你可反过来威胁你嫂子了 你想吃什么自己去买 我又没钱 要不嫂子 你给我拿三千块钱 我带他们出去吃 也不用麻烦你了 三千块钱 这三千块钱 都够咱们家一一月的生活费了 这 赞叔 我上哪给你拿钱呀 你少给我装啊 我哥的工资可都在人哪 快给我拿钱 那得问问你哥同不同意了 他要同意的话我没意见 问什么问 我第一个不同意 你对朋友摆大方 那你自己出钱啊 拿你嫂子的钱做你的人情 这算什么 妈 你怎么老向了一个外人说话呀 再说 咱家的钱怎么能让一个外人管的 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把他收回来 外人 在这个家里到底谁才是外人 你别忘了 这个房子写的是你哥和你嫂子的名字 你说都不说一声 就把朋友带到家里来 你嫂子收拾了一天的屋子 你半个小时不到 就把他的劳动成果 招他的一干二净 你还真当这是自己家呀 你在家里吃住 你嫂子没为你要过一分钱 现在 你带一大帮朋友来家里玩 让你嫂子帮你出钱 你觉得合适吗 妈 我看你就被他哄骗了 我哥娶谁不好 偏偏娶了个这么扣门的女人 真是家门不幸 我看我生了你这么个白眼当的女儿 才真是家门不幸 你嫂子心里善良 她包容你 但我这个当妈的 有义务教育好你 如果一味的重容 只会害了你 你记住 你哥娶谁都跟你无关 以后再在家里欺负你嫂子 说你嫂子的坏话 你就给我滚出去 行 我们走 站住 走之前把家里收拾干净 否则今天深夜别想出这个门 你们不出去玩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就因为我给他买的饮料是冰的 就立马垮着个脸 一路上也不跟我说话 这两天是逗逗了生理期 你怎么能让他喝冰的呢 我哪记得这些呀 天天因为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 跟我闹别扭 上次也是 就因为吃饭的时候 给他放了点香菜 给我生了好几天的气 细节本来就很重要 所以你这个做丈夫的太不到位了 我最烦的就是他天天把细节放嘴边 明明就是他事多 还成我的问题了 到底是他事多还是你善变 这刚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甜言蜜语一套一套的 对他百依百顺无微不至 当初你用细节打动他 现在就别怪他用细节来教求你 我不管 他还气就气着 都结婚懒得都能谈恋爱一样 你见谁考完事还看书的 这怎么还有两张电影票啊 还是今天晚上能尝试 是桃桃买的 他知道你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男主角 就买了电影无药 说今晚要带你出去好好放松放松 孩子就先交给我了 那这是什么 桃桃送你的情人间礼物 他说你最近带孩子总熬夜 眼圈黑了不少 还多了很多细纹 很心疼 那这个一定很贵吧 桃桃你又上次放钱了 没有啊 没有这个不贵的 他平常的工资都上交了 买不起特别贵的 还好这个眼眸够实惠 算你还有点良心 妈 那晚上就辛苦你了 不辛苦 活放这我来就行 你赶紧去好好打扮打扮 嗯 妈 这是当美猪呀 这些东西明明都不是我买的呀 臭小子 妈是在帮你呢 你看 明明花点小心事就能让她开心 你非要选择冷战 让她自己消化 其实女人想要的细节 只不过是藏在细枝末节中微不足道的小事 比方说 帮她分担一点家务的辛苦 过马路时帮她护在里面 平日里记得她的喜好和禁忌 总而言之 重要的不是细节 而是细节背后 你对她的态度 什么都要迁就她 合着五六块抵她一等啊 朋友之间还讲究个礼商往来呢 逗逗平常那么用心的照顾你 照顾这个家 难道不值得你把它放在心上吗 其实婚姻根本不像你说的是一场考试 而是一朵花 只有用心栽培 才会开花结果 明艳如初 今晚是个好机会 好好表现 别再让豆豆含了心 妈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订餐厅 好啊 走 咱过洗洗去 22分钟 2分你 喝一杯 赶快 3分钟 2分钟 5分钟 5分钟 5分钟